我是宜津 我現在在雙子星雲端擔任產品行銷經理 我在雲端留意大概是五年左右的經驗 我在進入我們公司之前 其實我在台北 我也很熱衷在社群裡面當志工 所以我以前曾經在外面 帶領大家進到會場裡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CNCF這個Foundation 它其實就是雲原生的基金 它其實是用Google、Red Hat 還有一些V&Way這些大頭組成的 我們公司就是有付費 所以我們是他們的會員 因為我是行銷Marketing 所以我這邊每個月都要參與行銷的會議 大家都是半夜11點 然後半夜12點等等的 那這個月是半夜11點鐘 就提早一個小時 太好了 那如果你們在搜尋雲原生的TEN的話 你們也許可以看到就是我寫的文章 那這篇文章就是post在那個說一時代上面 那裡面的文章其實有一點長啦 所以我今天就是其實不會講那麼複雜的內容這樣子 那什麼是雲原生呢 基本上是雲端加原生這兩個字的組合 那就是說它是在雲端架構上面建立出來的一個服務 或者是應用 也就是說呢 就是從一開始我們在進行我們軟體 或是服務在開發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以雲端架構來做一個考量 那我今天講的這個主題它可能就是比較通勢啦 所以可能不會講到像上個主題就是那麼技術的部分這樣子 那雲原生的元素呢 就是其實大家可能就是已經有聽過一些 以前聽過的詞像微服務啊 DevOps啊 容器K8s等等的 那這些元素呢其實就是 現代的一些軟體的開發方法論 跟一些雲端技術的一個統合 所以其實雲原生它不是擔演一個技術 它其實是非常非常多技術 就是組合成的一個Term 那這邊其實我可以看到說 從以前到現在我們軟體開發的眼鏡 以前像以前我們在做開發的時候 可能就是Waterfall嘛 然後可能就是全部都在一個單體機的架構裡面 去幫我們的所有的服務啊 我們的程式嘛 全部都放在同一個機器裡面 那這機器可能就是Versio Server 那後來可能進化成VM 然後現在又進化成Container 那一樣在我們這個開發流程當中 以前Waterfall 然後現在Step Ups 那以前可能是直接放在一台機器上 現在可能進階層Micro Service等等的 那以Application的那個Infrastructure來說 我後來以前可能就是自己的Data Center嘛 然後後來可能就是把你的機器 交給人家代理官 就是HOSET的 那現在就是都是在商林端樂 那其實現代化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到 Defus.Micro Service 或是Cloud這幾個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那個雲原生的 那幾個常見的一些名詞 那CNCF怎麼說呢 就這個組織它就是創造雲原生這個詞的一個組織 它的意思就是說雲原生呢 它其實就是有利於一個組織或是企業 它必須要把它的服務放在公有員 或私有員的一個環境中 那它的這個服務呢 它其實是可以彈性拓展的一個應用 那這個定義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上CNCF的那個Github裡面 它其實裡面都有做一些定義 那除此之外呢 它也說明說像雲原生裡面 就包含了一些信心的技術 那微服務跟容器就是很常聽到了 那後面可能會講的比較多 是像服務網格 然後不可變的基礎設施跟聲明式的API 那其實就是後面這一段英文呢 就是在講說就是CloudLive 它就是 它就是 就是 藉由這些相關的技術來去建構可彈性的應用的一個 的一個組成 那它的元素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微服務可能就很快跳過啦 因為它大概就是七八年前其實已經超過一輪了 就是其實那個時候其實也有很多的議程 就在講說什麼是微服務啊等等的 就是以前的架構都是放單體式嘛 現在就是被拆分成為一個微服務 那成為一個服務之後呢 它其實每個服務之間都需要很多連結 所以才會有後面的那個服務網格等等的一些 更進階的一些應用來產生 那容器這個可能又更 嗯 大家又更耳熟能響了 雖然說我們前面的微服務 它不一定要容器來去實現 可是這兩個根本就天作之合 因為微服務它就是一個很輕量型的一個虛擬化環境 它可以很快速地幫你的環境部署起來 那部署起來之後呢 它又缺了比較沒有就Always那一層 所以它更加輕巧 可以大幅地減少你的重複性的一個系統資源 所以它就很適合用來做一個微服務的架構 可以很快速地去幫你的系統去做一個迭代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是在容器管理的其實就是可以幫S 那這個可能大家有來聽這一場 應該都已經知道什麼是K8S的 那其他就是Google 一開始是有Google設計 然後軍政給CNCF Foundation來做一個management 然後它也是CNCF裡面第一個就是畢業的一個專案 那目前呢基本上它已經是做為一個容器管理的一個標準 那其實像三大功能群它其實也是有推出自己的K8S的一個distribution 也可以說呢如果說基本上你沒有Kubernetes的話 基本上你營運生的這個生產系是很難以去做壯大的 好那接下來就要講服務網格了 那服務網格是什麼呢 它基本上就是像我們 它就是用來去支持微服務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的東西被插成為服務之後呢 我們的服務之間就需要有大量的通訊 那服務網格就是用來去處理這個通訊問題的一個技術 那比較常見的其實就是CNCF的一個專案叫做EASTI 那它最近就是才被貢獻給CNCF的基金會 那它其實也是由Google去management的 就是主要是由Google去做的這個技術 那它這個技術其實就是說它每個微服務在啟動的時候 它其實都會伴隨一個服務代理的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一般來就是叫Psycard這個東西 去加強我們微服務之間的通訊 那它就可以很掌握 它就可以很有效地去掌握我們微服務之間 通訊的一個狀態 它就幫助我們的工程師可以去做一個監控跟排錯的一個動作 那它就是可以比較自動化地去處理 那不可變的基礎設施又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先講什麼是可變的基礎設施好了 就從前我們在做開發軟體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直接進去某個機器裡面 然後去動態的去更改它裡面的程式 動態的去重新安裝或升級裡面的某些元件 那這就是以前所謂的可變的基礎設施 那所謂的不可變的基礎設施呢 就是我們的服務它一旦被部署之後呢 我們就不會進去修改它了 就是我們可能就直接把我們東西 部署在我們的服務器裡面 然後可是我們基本上不會隨隨便便進去 我們的容器裡面去做一些修改等等的 頂多只能去看一些Login之類的東西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基於服務架構的這個特性呢 如果我們有任何的內容需要被更新 我們都是在事前被部署之前 我們去修改我們的印象檔 或是我們的ISC的一些文件檔 把他們那些東西更新完之後再重新做部署 部署完之後我們就不會去動它了 所以它才叫做不可變的基礎設施 那這個替代的時間它其實很短 所以可以是我們的升級的成本大普降低 那上一個主題就是講就是Lowdowntime 那希望大家就是 這就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就是盡量就是描少它downtime的一個時間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聲明式的API了 那什麼是聲明式的API 其實這個比較少見啦 就是在那個五大元素裡面 這個是最少被提到的一個 那所謂的聲明式API 其實是相較於指令式的API的一個名詞 那指令式API就是我們一般就會去下一些指令 比如說我要做create什麼東西 我要update什麼東西 我要去delete什麼東西等等的 那這就是我直接告訴電腦說我要去執行什麼 並且一步一步下達指令 然後去達到說我想要完成的一個狀態 那聲明式的API就是直接告訴電腦說你要完成什麼 那以Gubernetes來說 它就是直接透過它的押謀檔去告訴它 說我最後就是要完成我這個押謀檔裡面的所有東西 然後呢最後我再透過聲明式的API 以Gubernetes來說 就是類似像Koop City Apply的這個指令 直接下達這個指令之後呢 然後由Kubernetes自動去幫你完成 你所想要完成的一個事情 那這個就是聲明式的API 那基本上呢 我們在雲原生的這個系統當中 我們最常在講的例子其實就是Koop City 有這個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這邊在講聲明式的API 幾乎就是等同於使用Kubernetes系統 就是以雲原生的例子來說 當然像其他的什麼 MySQL啊 就SQL語言什麼 那個就是比較少在雲原生的例子裡面被提及 但它其實也是類似聲明式API的一種反例 那剛剛其實有講到Kubernetes嘛 那基本上以CNCF的調查 當中是去年的報告啦 就它調查它自己的會員 就是它自己的會員基本上也都是去 有使用雲原生的一些的一些tool 那它的會員裡面呢 基本上96%基本上幾百分之百 都會採用Kubernetes的這一個服務 但是因為它採用它 調查的母體是CNCF的會員嘛 所以這就難免 好 那它CNCF它其實也推出了 就那個雲原生導入的一個地圖 那前五項的這個內容 就像容器啊 CICD 編排定義奇獎 就是Kubernetes 還有可觀測試跟分析 這個其實就是大家可能比較常聽一下 像普羅米修斯啊 或者是FluenD這種Login的系統 那還有服務帶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那個Service Mesh 那比較常聽到的可能就是XTO這樣子 那這幾項其實前面都有提到類似的內容 只是它把它當成是 我們在導入雲原生的前五個 可能要經過的一個步驟 那這個其實也是CNCF它們建議的流程 那就是依照每個企業他們所需要 或是他們現在所在的情況不同 可能導入的流程可能也會有稍微不同 那這只是他們的建議大家可以參考 那導入雲原生的好處是什麼 其實這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增加拓展性啊 減少部署時間啊 增加可用性 營養可吸性 然後增加生產力跟減少支出等等的 那這就是比較comment的一些好處 那基本上這也是大家認同的一些好處 那這是2020年他們調查的一個結果 那基本上的 剛剛的調查報告裡面 其實有包含他們2020年跟2021年的調查 那以這兩份調查來說的話 其實都可以看到說 在亞洲這邊的調查的模型 都大概是25%到30%左右 然後呢中大型企業佔了很多處 尤其像那種5000人以上的企業 大概都佔了三分之一 那其實它這種模型跟我們台灣相較於 比較起來其實就是很明顯的 模型跟我們的模型那個組成 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有鑑於此 所以我們就想要了解說 所以我們台灣這邊的情況 到底是什麼樣呢 所以我們在上個月吧 我們公司就做了一個調查 那這個調查的人數 可能就沒有到那麼多啦 因為畢竟我們公司不是什麼大公司 那我們也就是盡量就是可以 以我們的能力去收集一些問卷 那我們收集的問卷方 其實大部分都是透過線上 像是Facebook廣告 或是像感謝我們CNCF的台灣的社群 就是也有讓我發這個問卷出來這樣子 那總共收集了75份 然後有效問卷大概71份這樣子 那樣本的內容 其實大部分都是以資訊業的從業人員居多 所以都是以工程師啊 或是技術主管居多等等的 然後IT人員編製的話 其實比較平均 可以看到就是一到五人 五到十人 十到三十跟五十人以上 其實大家都大概三四分之一 那我覺得這可能跟公司的屬性有關 就比如說像我們公司在新竹 那可能就是製造業的話 他們也許製造業裡面所有軟體的人 也許他們是IT人員 所以他們的IT人員就很多 那如果是一般軟體公司的話 如果是一般軟體公司的話 那也許就是他們就會 組成就會比較齊 那IT人員可能就是專注在Infra的部分這樣子 好 那以雲服務採用的來源來說的話 可以看到就是台灣大概有70%左右的企業 其實是由採用公有雲的狀態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左下角的話 它就是只有公有雲加混合雲 然後當中大概有54%左右的企業呢 就是採用不只單一公有雲 就是從右邊這邊來看的話 就是它可能採用公有雲 可是它採用的不只一件 它可能同時採用了AWS、GCP 或是GCP加成Azoo等等的 那可以看到其實公有雲 在我們的雲端服務裡面 就是佔了非常大的一個佔比 那以技術導入的部分 我們這邊就直接以比較傳統的雲服務來說 其實就是容器跟一般的VM 就是虛擬化跟容器化的部分 那以台灣目前的企業來說的話 其實從右邊的圓柄圖 我可以看到很明顯就是說 其實大部分都是兩者皆有 目前都是同時有容器 然後同時也有虛擬機 這兩個都有 那如果是純虛擬機的話 其實目前大概也有20%左右吧 所以其實也是蠻多的 所以雖然說我們這邊討論 那麼多有關於容器的東西 但是其實還是有些企業 他們可能有聽過 但是他們就是還沒有在導入 因為畢竟這種東西相較於 也可能還是稍微新了一點 雖然說也是好幾年了這樣 那以容器的導入狀態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就是目前台灣大概有7成左右的企業 大概已經有導入容器化的技術了 但是其實可以看到 它這些導入的這些企業 其實他們其實蠻多人 已經有在正式環境上面 有真的去採用 代表說其實我們這個技術 其實已經是相當成熟了 其實大家也已經很願意 把我們的技術 直接用在我們的一個 正式的一個環境上面 可是又以右邊這邊來說的話 就是採用容器的數量的話 大概有一半以上吧 他們的容器可能沒有到很多 可能就是50個容器以下 然後也有一些是不清楚 然後500個以上的話 大概有10%左右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依照 企業它在使用容器的目的不同 可能也有些不同 如果只是單純用在開發的話 的確有可能就是容器的量不是那麼多 可是像如果說 像我們有些客戶 它可能是在做那個camera 它可能就是camera的影像辨識 可能一支camera 就有對應可能就是一個容器 那也許它可能就是真的 有很多容器在運行 那以K-80導入的狀態來說 就是我們這邊其實都是在 都是指研究那些 已經有導入容器的人 那由導入容器的人來說話 那他們同時也有導入K-80 大概也有占了62% 61%左右 那其實也有一些些人 他們可能沒有導入 或是不想要導入 但是我在想 他不導入的原因 也許是他們直接去使用公有雲 那公有雲 他可能已經把K-80已經包裝好了 他也許感受不到K-80的存在 所以這些不導入的人 因為沒有特別去探究原因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可能的因素 那已經有使用K-80的一些企業 他們的衝擊的數量 大部分都是超過一座 那2到5座是比較多的比例 大概是56% 那也有5到10座大概10% 那10座以上大概是20% 那10座以上的企業 也許就是他們的使用量 真的很多 那可能也是要依照他們採用的方式不同 然後或者是他們企業的一些人員組成 可能有不一樣 所以採用K-80的狀態可能也有點不太一樣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講到就是我們常用的一些CICD跟 workflow工具 因為其實在剛剛的那個CNCF的TrialMap裡面 其實也有講到我們的CICD是他建議的Step2 所以我們這邊也了解一下說 所以各大企業他們採用CICD跟 workflow工具的一個狀態 其實這邊可以很明顯的看到Jenkins跟GitLabCICD 其實這兩個就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然後第三名就是望塵墨就差了非常多這樣子 那第三名GitHub Action其實也很有名 但是因為它推出的時間比較晚 所以這也是有可能就是它就是跟第一、二名 就是相差比較遠的一個原因這樣子 那有採用那個CICD跟 workflow工具 只有一套的企業代有50% 然後另外一半的企業代有採用兩套以上 所以其實就是一般般這樣子 那有關於監控的工具來說 這邊的話我就沒有指調查CNCF裡面的工具 那像這邊像Grafana或是Elasi Search Grafana、Lostetch跟Kibana 這兩個好像都不是CNCF的轉 這幾個都不是CNCF的轉案 但其實用的人也很多這樣子 那這邊可以看到比較常見的 大家就是比較常聽到Promichoc、Grafana 這兩個就是使用的人最多 那以同性質的Grafana跟Kibana來比的話 就是廣方很明顯比Kibana多了非常非常多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大家目前使用的一個狀態 那如果單純以CNCF裡面的專案的採用度來說的話 其實因為Promichoc 本來就是CNCF的專案 那就很明顯是第一名 那第二名就是HAM 那HAM它其實就是那個 做那個K-8S部署包裝的一個工具 就是假設說你有很多很多的亞謀檔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HAM把它包裝起來 這樣部署起來會比較方便 然後也比較好控管 那這個HAM是第二名 那第三名就是HARBOR HARBOR它就是一個那個 那個image的一個registry 就是把你的image做一個儲存的一個地方這樣子 那第四名containerD 它就是近期似乎想要去取代Docker的一個工具 那這是前四名的部分 那後面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後面的工具大概是什麼東西 那這邊其實看到就是其實我們台灣這邊的企業 對於CNCF專案的採用的比例雖然說沒有很多 可是有採用的企業他們其實不一定就只採用已經畢業的專案 像那種Incubernating 孵化中等級的專案 像Argo或是OpenTelemetry 其實大家也是滿願意去嘗試的這樣子 那以導入容積跟雲原生方案的目的來說的話 其實這幾項大家剛剛好像也有看過 因為其實在CNCF調查 調查出來的前六名好像也是這幾個 只是排列組合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看得出來台灣這邊對於導入雲原生的目的 其實跟國外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也是可擴展性啊 然後拓展部署事件啊 提到可用性等等的 那以台灣這邊就是導入雲原相當中 最注重的前幾名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都差不多啊 都差一點點而已 但是這邊就如果是以前三名來說的話 第一名是資安 所以其實目前各大研討會 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資安手錄選 那第二名就是CICD 那第三名就是有關於就是微服化 以及一些全線控管的內容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跟大家目前遇到的狀態是不是類似 那目前就是大家覺得在導入 容器跟雲原生技術的一些挑戰 前三名就是複雜度資產跟文化的改變嘛 那複雜度其實大家剛剛其實主持人也有提到說 目前就是各家企業可能是依據不同的情況 他們導入的情況可能也不一樣 導入的拓也不一樣 那東西就很複雜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複雜都是第一名 那再來就是資安 那剛剛資安其實剛剛也有提到說 他們最注重的其實就是資安嘛 所以第三名是資安第二名 再來就是開發架構跟文化的改變 因為畢竟你導入的雲原生 它其實就是 它本身其實就是一個架構跟文化的改變 那也因此對於你自己企業本身的架構跟文化 當然也是會有所影響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台灣這邊的前三名的一個 技術挑戰的一個狀態 好 那這邊的 我們這邊調查的結論就是說 其實台灣這邊的企業呢 對容器採用的進度其實跟國際上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K-84的採用度可能就稍微低了一點 那這有可能跟搭配公文員技術有關係 因為有些公文員它其實已經把服務包裝好了 它不一定直接要採用他們自己的一些 去做一個部署 然後再來未來K-84的管理需求應該會逐漸升高 那也因為剛剛講到 其實大家覺得導入雲原生的技術很複雜嘛 所以也許會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援 那還有就是企業的高層需要強力去支援 目前在導入這樣的技術所需要面臨的一些架構跟改變 好 那這個研究基本上是以台灣的一般企業 就是為樣本啦 所以就是沒有 比較沒有那種什麼五百五千人以上的企業的樣本這樣子 那就是希望就是未來就是我們台灣這邊有更多的一些資源 的資源跟經驗一些導入 就是加速我們雲原生的一個軟體開發的一個進展 好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好 感謝怡靜的分享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剛剛的演講有什麼Q&A想要詢問的 好 因為我覺得是scale問題 因為如果說你導入容器一旦的能量多 你需要做一個管理的時候 你還是有需要一個管理的平台 對那時候就是還是可能有需要導入像K-8s這樣一個容器管理平台 去幫助做一些容器的控管 我覺得也是有可能 因為其實剛剛我們調查其實看到其實很多人 他們導入容器量其實也沒有到很多 那一量對他也許就夠了 嗯 我這邊詢問一個問題 那如果我只是單純使用Dark這樣算是使用 就在雲原生上面嗎 因為這個其實滿有趣 因為我知道VEM轉container container就是用Dark這個是一個階段 然後Dark再換上Google類似器 它的gap是宏大的 一個超級huge gap 這樣子來看的話 Dark這樣算了 在這份報告的視野來看 我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定義說這樣是對還是不對 就是看你對於 雲原生的定義是大還是小 那如果說你對於雲原生的定義 就像實驗實驗那麼嚴格的話 他也就是說你就是要用我的專案才算 對 答案很明顯 你沒有用Google就不算 因為Dark Dark不在啊 但是他現在在那個 他現在在那個 那個 那個是什麼專案 那個叫C 明媛提示身上對不對啊 明媛提示 好 沒事啦 好 如果大家有沒有 如果還有一些問題的話 也歡迎私下找那個宜靜 或者是 待會應該會在旁邊可以做一些詢問 好 那我們謝謝宜靜的分享